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我们首先还是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市场关注的头条 那么路透社在今天比较综合性的报道里面 它的标题是全球股市下跌,美元在加息前景下飙升 那么这篇报道它基本上比较全面的总结了今天市场的状况 以及市场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 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中称 周五全球股市下跌,美元跃升至六周高点 因为就业数据恢复了美国央行将坚持起货币紧缩道路的预期 来自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一月份的月度生产者价格加速了 这个是我们昨天分享过的PPI 上周提交失业救济金新申请的美国人数量出人意料的也下降了 这些数据给全球带来了恐慌 MSCI最广泛的世界股票指数今天下跌了0.4% 是本周最低点645.65% MSCI在日本以外最广泛的亚太股票指数下跌了1.35% 在欧洲泛欧股指下跌了0.38% 德国的股市,法国股市,英国股市 今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今天美国的股市也是一种承压的状态 停止加息,什么时候减息 那么作为普通的围观者 或者对宏观经济一般关注程度的网友呢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庸人之扰的问题 但是对于市场投资者来讲 这个可是他们的事业,是他们投资的风险 因为很多资本呢,是在货币市场,期货市场 那么你如果在货币市场,在期货市场 你就会与美联储加息或者减息 来做出你的投资的安排 你判断对了,你就赚钱 判断错了,你就亏损 特别是最大的投资市场,这个国债市场 它与这个美联储的风值的利率 就加息加到什么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就国债的收益率与美国的基准利率之间 它是一种联动的关系的 所以说你不能够回避美联储未来加息的可能性 而且你也不能够等它加息以后 你再做投资决定 当然了,普通网友你可以等 等它这个鸡蛋掉下来 鞋子掉下来,你再做投资决策 但是对于全球宏大的资本市场投资者而言 他不可能等这个答案的 你等这个答案,可能钱都被别人赚走了 所以说美联储未来加息的目标 特别是这一轮加息的峰值 究竟有多高 的确让市场的投资者寝视不安 特别是一些大的拖行 所以这么解释呢 可能普通的网友可能才会理解 为什么每天对这个美联储要不要加息 加多少 为什么念念叨叨 它这个确实的影响很大 那么美联储的官员 这两天也在趁机威胁市场 他们发表的观点呢 也都是比较偏鹰的观点 所以你经常听这个频道啊 给你介绍一些国际资本市场的大的背景 你就更加容易理解中国市场的情况 你比如说今天 中国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原油市场价格突然跌了 这个为什么跌了呢 是不是中国不要原油了 或者中国需要原油了 它这个不是 中国今天这个原油跌它就很简单 第一是美元升值 美元升值了 以美元计价的石油 它当然要贬值 第二就是美国的储备增加了 美国储备增加 美国就会购买就会少了 购买少了原油就会下跌 所以就这俩原因 所以说你如果你天天蹲在中国那样研究中国的市场那个 你也会两眼摸黑 你每天的这个市场的变化 或者是未来一个时期市场的发展 你就是一种坐井观天 所以说要了解这个世界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雅虎财经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 它这个报道的标题是 散户投资者每天向股市投入创纪录的15亿美元 它这个是指的美国市场就随着美国股市在年初的上涨 个人投资者一直以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抢购股票 那么根据研究公司周四发布的这个数据 在过去一个月里 美国散户投资者每天向美国股票输送15亿1000万美元 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金额 那么今年以来中国股市也是这种状况 就这个散户都拥入了这个股票市场 那么中国的逻辑呢可能简单一点 中国逻辑是结束了清零也开放了国境 那么经济呢普遍预期会出现大反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中国的股民拥入这个中国的A股 那么这是一种理解 那么美国的股民为什么要拥入这个股市呢 因为你看现在大家每天看到的舆论都是美联储加息 经济数据好美联储就要加息 加息就要打压股市 那么这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因为普通的市场投资者他还是随大溜的 那么根据雅虎财经的他的这个分析呢 美国的这个散户投入这么多 增长速度这么快 他主要原因还是去年美国股市是14年以来最糟糕的股市 那么这种情况呢 给市场的投资者啊 和这些散户感觉呢 应该会出现反弹 因为物极必反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逻辑 但是他这个呢就不像中国的那些股民的理由可能更充分一些 因为中国股民他还讲 也确实他也需要物极必反 他也需要反弹 但是呢 中国在政策上他还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就封控已经政策没有了 然后外国人可以到中国了 中国人可以出国了 就经济开始恢复了活跃了 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那么投资者们呢 他仅仅是从这样一种去年的股市太糟糕 那么今年他应该会比去年好 所以抱着这样一种啊 原始的判断 投生这个股海 这是一个方面原因 第二个方面原因呢 是有一些股票呢 确实有些超卖 比如说特斯拉 那么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 散户买入的最多的股票就是特斯拉 就流入该股的散户的资金 就达到97亿美元 当然购买特斯拉的主要还是机构 但是散户在这单只股票上 在过去一个月 拥入了97亿美元 包括有一些明星的投资商 像木头姐 他们也善于炒作宣传 也做了带头大哥 也带了一大批散户 购买一些热门股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 社会存在的巨量的这些现金 他一定会找出路的 他不可能每个人家里面的存款 都埋在地下 或者存在银行那么低的这个利率 他一定会找出路的 因为在之前的这种疫情状态下 经济比较低迷 人民比较悲观 那么任何有一点投资经验的人 都知道在这种风险状况下 现金为王 我就把资产卖掉 存有现金 这样能够保值 那么当这种危机要过去 或者已经过去的时候 那么这些资本又 又会回到市场里面来 所以这也是美国的散户 涌入股市的重要的原因 但是LTE认为 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这个还是有些条件反射 你就像中国的股民 涌入这个股市一样 就任何时候 一旦股民蜂拥至股市的时候 可能就意味着要出大事 当然会不会出现 以往的那样一种悲剧 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来观察 第三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英国时报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报道 标题是 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 切司将访问台湾 台湾方面没有否认 那么金融时报 今天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 副助理国防部长切司 近日将访问台湾 这将是2019年 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 副助理部长科林克访问台湾之后 再度有美国国防部的资深官员访问台湾 美国国防部去年 他进行了职能的调整 将台湾的业务从东亚办公室 转移到负责中国事务的切司负责 那么这种调整的背景 主要来自于国防部的官员 对北京侵略台湾 在做更积极的一些准备 那么这个时间节点 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因为目前由于气球事件 那么中美关系跌入了一种低谷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国防部的高官访问台湾 他当然会引发中美之间新的口角 那么金融时报在询问 国防部的发言人梅纳斯的时候 梅纳斯表示 我不评论特定的行动 往来或者训练活动 但我要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与台湾的防御关系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依然坚弱磐石 这有助于维护台湾 与区域的和平稳定 那么之前在相当时期 美国的这个限制的官员 是被禁止访问台湾的 但是在川普任期内 2018年签署了台湾旅行法 放宽了美国官员访台的层级限制 那么按这个川普修改的这个法令呢 部长都可以访问台湾 所以川普时期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卫生部长 就访问了台湾 那么国防部呢在2019年 川普派了当时的东亚事务的 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科林克访问了台湾 当时算是一种突破 那么这一次拜登呢 在派这个切司访问台湾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 今天呢被问到这个事 他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这个也是台湾处理此类问题的一贯态度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法新社的一个报道 它这个标题是 研究发现感染新冠后免疫力 可长达十个月 与疫苗保护期相当 那么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中说 针对新冠病毒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 感染新冠后保护作用的持续时间 至少与接种疫苗的保护期一样长 根据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这项研究 在感染新冠十个月内 人们再次感染住院死亡的风险降低了88% 研究称如果疫情再持续下去 这种通过感染获得的自然免疫力 至少和两剂辉瑞或莫德纳的疫苗作用 是一样强 然而作者强调 他们的发现不意味着阻止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仍然是获得免疫的最安全方式 那么这项由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 这对不同形式免疫保护持续时间最全面的分析 研究人员回顾了2022年9月来自19个国家65项研究 这意味着其中一些研究涵盖了奥米克戎席卷全球的阶段 奥米克戎被证明比以前的毒株更具有传染性 但没有那么严重 研究成感染早期奥米克戎变种后 获得的自然免疫力的人 针对再感染的保护作用会衰减的更快 10个月后会下降到36% 那么这个新闻与网友分享 主要是感觉这个对于已经感染的网友可能是个好消息 特别是中国十几亿人一个月之内统一感染 那么这个对已经感染的网友可能会带来另外一种好消息 但是RT分享这个消息是让网友们能够了解有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这个显然不是绝对的 那么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拜登 拜登两次感染新冠病毒中间间隔不到两个月 所以说他这个10个月免疫10个月一定不是绝对的 但是他经过19个国家这样大数据的研究 那么还是给这种群体感染的还是做了一个积极的证明和注解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国际投资大师或者叫有人叫大鹅 你不喜欢他的就叫大鹅 这个对他有好感的呢就是投资大师索罗斯跟习近平杠上来 他最近几年的每年他都会有一个针对习近平的一个演讲或者批评 那么今年索罗斯又有新的这个演讲了 因为最近呢包括王毅他们都要去参加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那么索罗斯呢他也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 重量级人物里面呢他理解的还是非常深刻的一位 在昨天演讲当中索罗斯讲说习近平去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 并正面回应了美方对降低双边关系紧张的提议 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地位遭削弱 不得不暂时采取展现合作意愿的战术 不过近日美国领空上空被发现中国气球 让双边关系又极数恶化 所以你看他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他就说为什么这个疫情的刚刚结束 或者正在疫情海啸之中 习近平要跑到印尼去见拜登 他主要是还是因为国内的一些问题 他不得不展现出来在国际上的一种合作意愿 这只是一种战术性的表现 那么索罗斯提到习近平第二个观点呢 他说习近平明显是输家 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得这么近 这终将伤害他的利益 这个索罗斯认为习近平交友不散 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那么第三个方面索罗斯讲习近平就讲得很重 他说中国内部的革命进程或许已开始 习近平遭遇的问题大多源于自作孽 包括掌权初期即采取错误的经济政策 应对新冠疫情各项措施更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败笔 给广大人民造成了苦难 逼他们走上公开反抗的边缘 面对来自民间的压力 习近平突然放弃清零政策 过程混乱 撼动民众对中共当局的信任 索罗斯认为目前中国内部的情势具备引爆革命或政权更迭的所有先决条件 只不过这一切仅是外界难以琢磨的中国重要历史进程的开端 这段话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以来鉴别一下 就是这个索罗斯说的靠不靠谱 或者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或者完全不靠谱 那么希望生活在中国的这个网友 在评论区呢 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但是LT感觉呢 索罗斯他这个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就习近平他遭遇到的一些麻烦 他现在执政当中啊 他遇到的一些困难绝大部分都他自己找的 就天下本公司都他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你比如说他一上台 他就带着那种啊 吃饱了撑的那种怨气面对西方 就他在接替胡锦涛之前 他在墨西哥那个著名的讲话 无缘无故把西方骂一通 说西方吃饱撑的 实际上在他发表那段话之前呢 中国与西方关系是非常好的 或者甚至历史最好时期 诶 习近平他这个脑子 他就不知道怎么样 为什么要跟西方好 他就带着那种怨气 你看他上台 上台以后他果然是与西方交恶 他结束韬光养晦 这是不是自作孽呢 你看本来中国这个疫情 哪里需要这个清零呢 你即便是这种清零 2020年甚至2021年 你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病毒的性质不了解 全世界不知道怎么应付 中国先用原始的办法清零可以理解 但是到了2022年 世界对这个病毒已经有深刻理解了 而且奥米克戎的危害性 大家已经把它看透了 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2020年2022年 习近平要去封一年的国门呢 要去清一年的零呢 到年底又突然放开 所以这个是不是自作孽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索罗斯呢 对习近平的理解还是非常深刻的 那么第四个方面 索罗斯的观点也很有意思 他解释说拜登是 目前是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呢 那么索罗斯认为 他说拜登对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他也把它看穿了 他说拜登呢 对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权没有兴趣 或者他不会触碰这个习近平的这种政权的稳定 他不会去动这个 那么拜登与中国之间有一些矛盾 基于什么呢 他就说就两件事 他第一呢 是拜登希望重建 不断遭到习近平破坏的国际秩序 这个是拜登与中共之间的矛盾 或者习近平之间的矛盾 第二呢是要维护不断遭到轻视的台海现状 就习近平他总想集统 他认为不能够维持现状太长时间 要尽快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这个就美国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说在索罗斯看来 拜登与习近平的矛盾就这两个矛盾 那么更深层次的对习近平这个政权 推翻或者改变 拜登政府是没有这个兴趣 那么索罗斯在昨天谈到乌克兰问题 MT就觉得呢 他的确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大师的 他的政治敏锐性 或者他的这样一种眼光 还是非常毒辣的 他谈到乌克兰问题 他提到一个什么呢 他说有鉴于美国来自共和党的反对声音 美方再度向乌克兰提供大型金元的援助方案 可能难以为继了 那么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因此只有今年春天这一短暂的机遇之床可以利用 以发动决定性的反攻 你看这个索大师啊 他这个他把美国这张纸捅破了 这就是个现实 就不管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共和党控制了美国众议院以后 国会再通过新一轮的对乌克兰的大型的援助不可能 共和党内他的主流意见呢 是要控制美国的这个支出 你不能让美国负债 同时共和党内呢 有一批以川普为代表的人呢 他们就反对支持乌克兰 他不是说美国有没有钱的问题 他就是反对支持乌克兰 那么目前呢 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呢 已经批准了 所以索罗斯他自己判断 今年这个春天乌克兰这个反攻 可能反攻呢 拿回来多少 可能就是多少 你再去夺回新的领土 可能难度就很大了 那么索罗斯他也敦出这个西方 说乌克兰取胜的关键 是尽快取得所需武器 俄罗斯周边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事实上已经等不及要见证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溃败 以再次伸张他们的独立性 这最终将导致俄罗斯帝国的解体 这个索罗斯啊 他是匈牙利人 他对东欧 对前苏联 他是非常了解的 就现在 包括中国网友很熟悉的这个哈萨克斯坦 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在围观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但是他们多数呢 还是希望普京败 因为普京越失败 俄罗斯越失败 那么他们的独立性呢 就能够得到稳定 假如没有乌克兰这个事啊 普京也会动 对这个什么哈萨克斯坦 齐尔基斯坦 也会对这些国家下手的 所以索罗斯他也看到 俄罗斯是不得人心的 西方要利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 来击垮俄罗斯 所以通过我们以上这些分析 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就92岁的索罗斯 他对当今世界的这样一些变化 甚至包括新近发生的气球事件 他都有一些他自己独到的理解 和独到的判断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老年代啊 这个之前与网友分享过 就是广西南宁的这个受房优惠政策 房贷年龄呢 可延长的80岁 那么这件事在中国继续发酵 而且愈演愈烈 北京呢 现在中国的官方记者调查 北京已经宣布最高可以带到95岁了 就是百岁都可以带了 这件事是怎么发展的 愈演愈烈 这个事 那么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北京市委的这个机关报 新金报 这也算是标准的党媒了 他们在报道中称 北京也有银行放宽了房贷年龄的限制 新金报贝壳财经的记者采访了北京多家银行了解到 各家银行的贷款年龄期限的上限不尽相同 那么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的相关人士告诉新金报贝壳财经的记者 该行住房按揭贷款向下的借款人年龄与受性期限之和不超过80年 也就从70岁提高到80岁了 交行一家支行表示 当前最高贷最高房贷年龄期限可以达到95岁 但是呢这个北京交行呢 他称这个95岁啊 无非是我们加些条件 什么条件呢 需要子女担保 而且借款人的退休金 这老头老太太啊 你的退休金和担保人的月收入可以覆盖月供二倍 这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你老头老太太贷款 每个月还贷要一万块钱 那么你的退休金和你担保人的月收入加一起 要是你每个月还款的二倍 那么你就可以贷 而且担保人呢 还只能是子女来担保 就是捆绑家庭捆绑 那么这种情势呢 在中国民间的被称为这种家庭接力贷 就是老子死了儿子还钱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新闻事件 愈演愈烈的这样一个新闻事件 LT想出四个方面的评论 就首先第一 就中共现在为了7DP 为了他耐以生存的这种土地财政 对房产的促销不择手段 现在100岁多的贷款 这件事是很奇特的事 但是在中国呢 它就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这个热门事件 在整个中国围观 这把大火从广西南宁一直烧到了北京 所以你能够反映出来 就是中共为了卖房子有多么心急 第二个评论呢 是现代社会 现代法律体系下 就家庭的财产边界越来越清晰 就老子是老子 儿子是儿子 甚至夫妻之间的财产都有些界限 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婚前财产公正 那么现在中共为了推销这个房子 它就让你捆绑 家庭捆绑 家庭接力 那么这个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因为家庭的现代的家庭跟过去不一样 你比如现在 现代社会这个离婚率 比过去要高的多的多 你老头刚刚贷款 子女贷接力贷 假如说子女离婚了 怎么办 这个老头这个工的房子 还有离婚了的儿媳 或者离婚了的女婿 还要去分担 既会分担债务也会分担财产 所以你看这个弄的多复杂 所以它与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财产边界清晰的潮流 是相违背的 这种大家庭的捆绑啊 是不符合潮流的 它只是中共为了推销房子 快卖房子 它进行了一种反潮流的一种鼓动 第三个评论的LT认为 这种家庭债务的接利贷啊 它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意义的连错 就是债务连错 就中国历代的统治社会 它为了社会稳定 为了管制这些民众 它非常热衷于这种连错 一个人犯事影响三代 这个可能在防疫当中啊 中共共产党又向中国人民做了这种教育 上海的年轻人反抗 这最后一代 那么北京的这个街道干部呢 威胁他的软肋是儿子 那么这样一种啊 接力带家庭接力带 子女为95岁担保 他实际上他就是一种啊 债务的连错 你跑了老头还有儿子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种现代文明的 一种经济制度 或者政治制度 它还是沿袭了中共 或者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那样一种 连错的手段 第四个评论呢 LTE觉得 这种鼓励老年人待访 这个还是有点阴坏阴坏的 那么客观上 对老年人来讲呢 风险也会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老年人呢 他就怕生病 一生病 那点退休工资 按照现在的这个医保政策 你病不了两天 你的钱就会没了 你哪里还有钱什么还贷啊 对普通工薪节省而言 本来 现代社会的财产制度 个人都是有限责任的 就我这个人 我再破产 再困难 经济再困难 我最多 我会申请我的个人破产 那么你搞这种老人 带这样一种连带责任之后呢 你破产你都破不了 你破产了还有你儿子 还有你媳妇 还有什么一大堆人 所以这个老年人贷款呢 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风险 也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大风险 没有哪个国家会鼓励这种老人带的 但是中国人就这么邪恶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这个网友 可不要去凑这个热闹 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一个重大事件 突发事件 这个呢在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 都做了报道 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出在中国的影响 就中国最成功的投行创始人之一 华欣资本的这个创始人包帆失踪了 或者用中国媒体话讲叫失联了 这个华欣资本的创始人 他的核心的高管已经先后的失联 那么媒体认为是被有关部门带走 但是被谁带走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华欣资本的是在香港的上市公司 这老板不见了 股民投资者就要问 那么依据法律来讲 香港的法律来讲 你公司你必须报告 所以说2月16号晚间 华欣资本他不得不发出公告 他这个公告也很有意思 公告称公司董事会 并不窒息任何资料显示 包括失去联络一事 或可能与该集团的业务或运作有关 华欣资本目前业务及运营维持正常 执行委员会将负责 该公司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并将在适当的时候 做出进一步的公布 所以你看从这个上市公司来讲 他们在公告当中就宣称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包帆去哪了 也不知道包帆失联失中 是不是与公司业务有关 所以他这个公告就很有意思 他这个公告就是说是丢人了 人失中了 但是也没有表明说要找 也没有说寻人起事 就是告诉社会 告诉股民 我们老板不见了 这种公告 这种新闻 你看着还是让人挺胜的 那么与包帆的联系 平时联系 现实生活联系 比较密切的一些香港市场人士 也证实 最近几天的确实没有办法 与包帆取得联系 手机关机 家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公司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那么这件事今天呢 在国际的主流财经媒体 都在头版头条都做了报道 因为包帆他这个 他不是个一般的人 他可能是在中国最成功的 这样一种投资家之一 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包帆的背景 当然熟悉投资 熟悉中国财经的网友 可能都很清楚 那么我们也想 让更多的网友来了解 这个包帆是个什么样的人 包帆呢他曾经先后 在华尔街的大拓行大摩 摩根斯坦利 和瑞士的这个第一大投行 瑞士信贷工作过 他在华尔街 这个两个大的投行 工作了七年 他帮助数家领先的跨国企业 进行资金的募集 银行借贷 兼并等工作 那么2005年 这个包帆呢 就回到中国 他创建了这个华星资本 那么在他的带领下 华星资本完成了 包括证捐成销 并购顾问 私募融资等900亿美元的交易 并一路带领华星资本 成为中国领先的金融机构 2015年 这个包帆入选 美国财经杂志 蓬勃市场 全球五十大 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那么2015年 华星资本在互联网企业的 并购融资浪潮中 参与了15个大的并购案 这些中国网友很熟悉的 包括滴滴和快递的合并 58同城和感激网的合并 美团和大众点评网的合并 那么华星资本 还是早期的贝壳的重要投资方 他也领头了这个北京的这个链家 就是贝壳前身 2018年的9月27号 华星资本正式在香港交易所 出版挂牌交易 那么最近在中国 比较热的一些电动车啊 包括像理想未来 这个都有华星的大量投资 像目前的这个比较新兴的这种电商 德物也有华星的投资 就如果这些中国的这些投行啊 大的资本投资人呢 最像华尔街投行的 LT个人认为呢 他这个华星资本的运作方式 是最像华尔街投行的 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本土兴起来的 这种投资银行 那么第三个方面 与网友交流的这个信息 就是这个包繁失踪的这个事 那么现在中国的舆论 普遍认为 与华星资本的前任总裁 丛林 失联 或者被有关部门带走有关 那么华星资本的前任总裁啊 这个被带走的这个被失联的这个丛林啊 大家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呢 你大概其能够知道包繁犯了什么事 或者包繁为什么失联 这个丛林 他曾经是在中国的工商银行工作 长期在中国工商银行 在2017年就出任了工商银行的租赁总裁 那么到了2015年 他就担任了工营国际的董事长 那么这个工商银行的这种高管 是怎么与这个包繁发生联系的呢 他就是在2017年的10月份的时候 丛林还在工商银行 出任这个工商国际这个董事长的时候 给即将上市的华星资本贷款了2亿美元 那么上市的时候他做一个投资商 他为什么上市的时候需要2亿美元呢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普及 就是你公司上市 你必须要把账做的好看 你有盈利能力 那么你要把账做的好看 你就必须要重足你的一些债务 除了资产以外 债务要重整 那么为了让账面好看 减轻一些债务 那么你就需要贷款去解出一部分债务 就是为了上市之前的那个报表好看 这个也被称为上市的所谓的过桥资金 一旦上市以后 融资了之后 可以马上还这笔资金 账面继续很好看 但是你如果不先借这笔钱的话 你拿去上市 你那个资产负债表就非常难看 你的股价就起不来 那么为了顺利上市 包繁就找到这个丛林 丛林就给他了这个2亿美元 那么他上市完以后 不到一年就还了工商银行这2亿美元 这工商银行呢 也没有什么损失 华欣资本呢 因为这2亿美元的搭桥成功上市 假如故事到这个程度呢 你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但是在华欣资本 还了工商银行2亿美元之后 不到半年 这个丛林就从工商银行辞职了 工营国际董事长也不干了 然后呢就加入了这个华欣资本 担任了他的证券公司的董事长 后来担任了他这个集团的总裁 这个就给人的观感呢 就用今天中国比较通俗的话讲 这就像旋转门 我在有知有权的时候呢 我给你办事 办完事了之后 我再到你那去 再获取利益 那么这一次就中共方面的 把丛林抓了 丛林抓了之后嘛 显然这个2亿美元的事 肯定又会被拿出来折腾 所以这次包繁被抓呢 在中国的这个资本界 既感到意外 也没有抉择大惊小怪 但是这个对于国际资本市场 对国际的财经媒体 就感觉很震惊 因为中国最成功的投资家 失踪了 这件事给全球的这种财经舆论 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于这个重大新闻 LG想做两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是包繁的成功 是一个奇迹 也是不能够复制的 就像马云的成功 是一个奇迹 不能复制一样 包繁的成功 它是利用了中共早期 对证券市场并不熟悉 就中共一边开股市 一边在摸索 而且呢明知道 美国有现成的法律法规不学 就要浑水摸鱼 摸着石头过河 不上岸 因为这样的话 整个中国证券管理系统 可以发大财 因为大家都在抢上市的指标 大家都在抢原始股 但是中共在早期对这块来讲 他并不熟悉的 只有少数专业的官员很熟悉 所以王岐山他们呢 在这个方面他们发了大财 其他人还不知道 也不知道怎么去抓他们 所以在这样一种啊 政策很模糊 官员又故意搅昏水 这种情况下 像包繁他们这样第一代投行 他们既是运动员 也是教练员 所谓的运动员呢 他们在中国 新兴的这个市场里边 遍地是黄金 他们呢发了大财 同时呢他们也教中共的这些 证券管理的官员 怎么来理解这个证券市场 怎么来完善证券市场 他们教他们的时候 既交好的也交坏的 所谓交好的呢 他们也向中国的 证券管理官员 介绍一些西方的 证券管理政策 交坏的呢 就是与这些官员呢 联手 全权交易 所以说最早一批成功的 这些企业家 他们都还是有原罪的 不光是中国的这些 早期的这些投行 是这样的 灰色的发展 像国际的大资本投行 像高盛他们在中国 也是这样的 你必须得贿赂这些官员 也是交这些官员 怎么来做市场 同时又贿赂这些官员 然后在中国发大财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 就是王岐山 他明明可以 中国直接买美国国债 他不 他委托高盛买 委托高盛买来 就给高盛手续费 这个就是明显的是傻瓜送钱 但是王岐山 为什么那么聪明的 要做这件事呢 因为有回扣 所以说早期这种发展 你一抓一个准 你不要说抓这个包帆 中国跟包帆齐名的 上海的沈丹鹏 再就是再排下来 可能就是张磊 这个高领资本的张磊 你这些人都是做这种事 像包帆这样的被抓 这每一个人都会被抓 你包括这个 这个复兴的 上海复兴的郭广昌 隔三差五就有这种新闻 什么被边控了 被什么谈话约谈了 什么失联了 隔三差五都会的 所以说包帆失联这件事 在中国来讲 在习近平治下来讲 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抓谁都有可能 而且丛林呢 这个两亿美元这件事 你任何时候 都是他们的一个癌症 很难摘出的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潘石屹 要润呢 潘石屹不润的话 随时都会找出这种事 你比如说他的那个 建国收户那个 与任志强之间 国有企业买地倒地的事 那么这件事任何时候弄出来 潘石屹都可能坐牢的 但是你在中国要走这个过程的话 没有人 那么干净的 所以说你为了解出这种癌症 怎么摘出呢 只有自己润掉 润掉你永远 这个癌症算治好了 像包帆他们这些 明知道身上有癌症 仍然在中国奋战的 那就是最后结局 就是失联 因为共产党 早晚他是算你账的 那么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的 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如日中天的这个张磊 高龄资本的 现在在中国也是 属于最成功的这个投资家 那么张磊现在窝居在这个新加坡 躲在新加坡不敢回中国 他为什么不敢回中国呢 他也是与这个包帆与丛林的这个模式一样 就张凡在前几年 大概在前四年左右 与王岐山的秘书田辉宇 就深圳招行的行长田辉宇一起干了一票 干了一票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锂电池 最大的锂电池公司上市 他们联手干了一票 那么田辉宇被抓 就刺激了张磊 所以张磊呢 突然在中国消失 开始是谣传边控 他否认 后来突然就失去联系了 在出现的公众场合的时候呢 在通过视频远程参加什么新浪的 什么一个网络会议 那么现在一直不敢回中国 所以民营企业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的原罪 永远是自己身上的定时炸弹和癌症 那么这个炸弹的引擎 他就捏着习近平手上 就任何时候可以让任何中国民营企业家失联 这是做第一个评论 第二个评论的是 为什么今天国际的主流财经媒体 都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包繁的失联呢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很恐怖 这个在其他国家 在西方国家很难理解这种事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能够想象出来 突然有一天美国新闻说 巴菲特失联了 被有关部门带走了 被谁带走不知道 为什么是带走也不知道 巴菲特的公司 博格西威尔还发表声明说 巴菲特不见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去哪了 你能想象这种事发生吗 或者说你能想象 突然有一天美国报纸灯 说马斯克失联了 到哪去了不知道 被谁逮了不知道 公司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这个会引起世界级恐慌的 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崩塌的 你看包繁这个失联公司 一发布公告之后 他的股价跌一半 跌一半走了 所以说企业家 特别是上市公司领导人 不明不白消失了 这个给市场带来的恐慌 特别是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恐慌 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是人们 西方国家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但是这在中国来讲 它又是一个习以为常的 你不要说包繁突然失踪 你就明天报纸说 李克强失联 中国人也容易理解 为什么容易理解呢 因为原来比李克强位置更显赫的 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失联 不就失联了吗 人民还拍手称快 然后呢 刘少奇失联之后 最后结局呢 就是死掉了 所以说知名人士 失联 在中国来讲 它就是有传统 在中共的那执政下 它就是一种传统 这种失联 给普通人 给中国社会 会带来恐慌恐吓 但是中共很享受这种 人们的恐慌恐慌 也是中共啊 暗箱执政 黑洞执政 黑社会执政的一种手法 它就是让你企业家 要害怕 所以包繁失联呢 让一阴了两个月 习近平与民营企业关系缓和 或者会缓解 这个也遭到破灭 怎么可能缓解呢 所以包繁失联这件事 它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重大事件 以上 就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